这车乍一看很像电车对吧 但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 这是燃油车 搭载一个正经的内容器 而且还是经过官方锻造强化过的进阶版内容器 那这是什么车 因何而来又准备销往哪里 最关键价值多少呢 其实这是奥迪夸车诞生40周年的纪念品 全球仅此一辆 也就是说这车不卖 所以价值也就没法估量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去了解设计灵感的来源 还有动力的改变 聊过动力以后 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台RS6GTO的动静再生了 在Quattro诞生40周年之际 奥迪的设计主管 带领一群设计专业的学生 准备打造一款拥有纪念意义的产品 纪念嘛 总得有个知情对象 最终选择了90Quattro MSA GTO 这是奥迪专为TransAM打造的赛车 一个搭载经典直列五干引擎 又超720匹马力的野兽 它曾在当年13场比赛中获得7次胜利 RS6GTO的设计灵感 就是来自于这款拥有特殊意义的赛车 从外观可以看出来 黑白灰配色 中所轮毂红色围翼 都给原车保持一个调性 哪怕来到车内 都可以看到定制的碳纤维赛用同意 只不过当摄像头转到中共台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不跟RS6一毛一样吗 准确来说 奥迪全系应该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直接聊动力吧 原厂RS6最大输出马力600匹 峰值扭矩800牛米 RS6GTO搭载的同样是4.0升 双卧轮的RV8引擎 但最大输出马力提高到705匹 峰值扭矩达到了900牛米 即便官方并未公布提速设计 但也能猜到 肯定比原厂的3.6mm要快 那改造之后的声浪 表现到底怎么样呢 先看静态 再看动态 怎么样 感觉是不是还可以呢 爱到你拥有RS6的朋友 或者你喜欢的RS6博主 让他们也来听一听 顺便再评价一下吧 我是急速车士 双卧观众告诉我 你想看 什么车 谢谢一开 Täsa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